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不会是蚂蚁真的爬进去了啦 所以真的不是我不想放蚂蚁一条生路 而是他们不肯放我一条生路 你看他没事来咬你就知道了啦 所以我在网上google了一下 杀光蚂蚁的所有方法 发现都很麻烦 而最简单又最快速的方法就是 下毒 听说早货店有卖一种蚂蚁药 把那种药撒在蚂蚁会经过的地方 他们就会把它单成是食物来吃 同时也会把这些食物帮回他们的窝里 分享给他们的同伴吃 而这个时候只要他们吃下了我所下的毒 他们就会全数灭亡了 好啦我干嘛尖笑 对不起 除了杀死他们 我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 那么事不宜迟 找药去 太迟了 我家里附近的早饵店关门了 所以我明天早上才去买 OK 我已经把药买回来了 我总共买了十包啊 十包啊 你们可以看到我眼中那团火吗 算了我懒惰犯特效 加上我眼睛这样小粒 就算有火你们也看不到 话说刚刚那个老板问我要多少包 我告诉他 老板 我要十包 他的表情整个就是 哈哈哈哈 是吗 好笑啊 怎么 不好笑吗 这个很像我们平时吃泡面的时候 要放在调味包 怎么 你们真的以为我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吃啊 神经病 OK 毒药准备完毕 那么我现在就把这些药 在我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放一个 等麻蚁来把他们搬回窝里喂小孩吧 只有这种时候我才会觉得自己很黑暗 因为我平时都蛮天真单纯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准备去下毒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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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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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